2016-17 中午下學期考試 長題目第四題 改裝GSE2013的題目 這兩個金屬球的圖畫已經說得很清楚 它是帶電荷的 所以它們兩個帶著雙同學會互相排斥 互相排斥 於是如果你考慮單一的隔離體圖 即是考慮Y的隔離體圖 就會考慮到它作用在身上的三個力 分別是繩的張力 靜電力的排斥力和重力 在一個平衡狀態 靜電力加重力就是綠色向這邊斜 剛剛好和張力抵消 所以Y的靜電力是0 現在第一個問題 它要求的是畫隔離體圖 即是畫了這個 即是橙 這個Y 對不起 它要求畫X 我們畫隔離 不是要求畫Y X就斜這邊 即是這個就是張力 一定要全名張力 這個就是重力 重力 這個就是靜電力 我剛才畫了一次 所以不詳細了 這個是張力 這個是靜電力 這個是重力 這個就是X 這個就是X 而它這樣叫做 畫隔離體圖 要全名 好了 接著就計甲角 好了 畫隔離體圖 為什麼會有甲角呢 就是剛才我們提過 那個靜電力 和那個重力 靜電力和重力 就會組成了一個合力 拉向這邊 而拉向這邊這個合力 其實就剛剛好和張力 互相抵消 這樣就會出現 形成Ε 你會看到 corresponding angle 我們會看到 這個角都即是Ε 即是 如果條繩 和垂直是形成Ε 這個都會是Ε 現在 因為我們是懂重力 和懂靜電力 所以我們用的方法就是 對邊和輪邊 TangentΕ 就會等於對邊 對邊就是靜電力 就除以重力 靜電力的計法是Q1Q2 除4πεR2次 重力是Mg 好了 於是 根據題目 這一個 去到這個位 就叫做 就是懂這一點 然後 下一個挑戰面對的 就是代些數入去 因為它說明 兩個金屬球 就是代3.1乘10-9 即是說 這條式的上面 就是3.1乘10-9 的二次方 Q1Q2 所以兩個 就除以4π 而εpsilon 那個導電率 電導率就是 8.85乘10-12 接著 接著 兩個 電荷之間的距離 就是0.1米 10cm 即是0.1米 好了 將東西寫完 下去了 接著 金屬球的重量 是1.0乘10-5 再乘以9.81 這個就是M 這個就是G 在我使用其中的細節 全部折扣 折扣 按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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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會計成 這個 5.03度 應該一定會計成 五點零度 就是5.03度 這個比特 它的夹角是左右的 所以就应该是等于2Ε 所以就等于10.1度 这个就是最后的答案 它要求的夹角就是10.1度 这里考虑了如何做达至力的平衡 如果三个力不同方向的时候 这就是A part 接着到B part 现在金属球XY X和Y下方放一个电球 金属XY就没有接触它 距离因而减少 解释原因 为什么会放一个什么电球 你们两个初初的时候 是互相排斥的 因为两个带着正电壳 而互相排斥 后来做什么事 你们会合起来一点点呢 我们就有理由相信 一个图是这样的 就是你放一些 我本来是正的电球 就是一个正的排斥 然后你就要在下面 就放一个附的电球 这样子就有东西吸进去 因为当你们两个又被人 互相排斥 但你们两个又被它这样 吸过来中间的时候 那个中间这个甲角就会下跌了 因为这里只是要求两分而已 这里只是要求两分 对不起 他说放一个不带电 这里有点要小心点 这个不带电这个东西 其实就会变成这样 就会变成这样 就会变成感生电壳 感生电壳 感生电壳的意思就是 负的那些就在上部 因为这里有两个正 正的那些就会下跌 所以就会导致吸引力 大个排斥力 所以整体就拉了少少下来 所以这一题 就要答以下两点 就是说 因为那个下方 其中的小球 这个球球 这个球球 是产生了感生电壳 是产生了感生电壳 好了 各位同学 这里两分的其中一分 就是你能够描述 产生了 enduce charge 这个point 就是其中一分 就是其中一分 那有感生电壳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造成了 对 X和Y 向下的吸引力 这个是第二分 第一分是感生电壳 第二分 第二分 我没问题 好了 接着 差不多不要紧 一会有答案 但你知道那两分是这样 好了 好了 好了